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视频 多几天 算是我们华人假节里面 蛮重要的一个日子 那就是中秋节 每一年的中秋节 除了月饼之外 还有一个传统仪式 大家应该没有忘记吧 每一年 我都会和我的小朋友 一起提云龙 在花园里面散步 这个传统仪式大家不可以忘记哦 因为现在也很多的年轻小孩子 已经忘记了提灯笼的这个传统仪式 一年只有那么一次的中秋节 大家应该放下手机 和孩子有一些互动 顺便促进这个亲子关系 你们看我预备了什么 真的是咖喱啡 还有 还有 巴斯塔 意大利面 还有 味道 还有 十个不同口味的 披萨 啊 还有 不同口味 的月冰 你看我美丽的嫦娥 在准备提灯笼 叫人家嫦娥 她不要做嫦娥 她要做义兔 我这位老小孩 也是顺便提灯笼 嗨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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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